一只流浪狗猛地窜出来 后面有人在追它 是三个熊孩子 他们刚要拿起砖块砸向流浪狗 突然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站出来 大声阻止他们 可怎料当天晚上 三个熊孩子死于一场大火 而面对警察的询问 小男孩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30年后 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他名叫谢尔盖 是俄罗斯身价最高的互联网公司CEO 谢尔盖正在进行发布的软件名叫 义吉 这是一款类似微博的社交软件 但比微博尺度大得多 用户有浏览一切信息的权限 而作为制造者 谢尔盖表示 技术会保护每一个用户的隐私 谁上传了什么视频 是不可能查询到的 软件一经推出 就大手好评 谢尔盖转了个盆满波嘛 他没有忘记 自己是从孤儿院出来的 慷慨捐献3000万 把孤儿院修得无比豪华 在全俄罗斯人眼中 谢尔盖都是一位正义感满满 超能力惊人的企业家 而某天出现了一条新闻 让谢尔盖心中的火又烧起来了 富二代酒后驾驶 撞死了一名孤儿院的小女孩 却因为买通了法官和政府高层 居然当庭无罪释放 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 小女孩的哥哥心灰意冷 没钱没钱的普通人哪有争议呢 本案的负责警察阿火也气得不行 他辛辛苦苦把人抓回来 可不是让法官把他无罪释放的 但判决一下 他觉得司法体系腐烂透了 正考虑辞职的时候 富二代哪边却出事了 阿火接到报警电话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富二代的郊外别墅 却没想到一个头戴面具 身穿铠甲 手臂上装载着火焰弹的怪人 正对富二代进行袭击 对方火力太猛阿火不好接近 一眨眼的功夫 富二代就被火火烧死成了考虞哥 阿火冒着危险冲了上去 却还是让纵火难跑了 这件事之后 社交软件上出现了个视频 正是富二代被烧死的内容 上传人称自己为瘟疫医生 要烧光城市里所有的病原体 打造一个完美的新都市 肇事的富二代是第一个 在他之后 贪污腐败的银行女行长 造成大面积污染的垃圾厂老板 他全家都被瘟疫医生烧死了 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小儿子 警察这边除了视频之外 找不到关于瘟疫医生的任何线索 但是在群众之间 瘟疫医生简直是超级英雄 劫富气贫 成奸除恶 没用多久 瘟疫医生的乌鸦面具 迅速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 根本没有人在意 瘟疫医生烧死了一个孩子 阿火为了寻找线索去找谢尔盖 看看能不能找出上传者的信息 谢尔盖遗憾地表示 技术层面是不可能做到的 阿火心生怀疑 科技天才居然发明了一款 自己控制不了的软件 这可不合理 但他也没有强制谢尔盖的权力 只能离开 几天后投资十一打造的 鸡马赌场要开业了 阿火借了一身行头混了进去 开业典礼上出现的都是达官显贵 各个身价不费 每个人都是瘟疫医生的目标 而出人意料的是 瘟疫医生没来 他的狂者粉丝 拿着铁棍冲进了金马赌场 他们大肆破坏 扬言要杀光灾场所有富豪 此时谢尔盖哆哆嗦嗦地站出来 表示 有什么话好好说 要多少钱都可以的 只要不伤人 下场就是被人胖揍一顿 多亏了阿火 否则谢尔盖那天晚上就交代了 在那之后 瘟疫医生在网上又发了一条视频 是把金马赌场老板处以火情的内容 赌场就是小艰苦 只有把社会的蛀虫除掉 普通人才能不受压迫 而阿火在金马赌场看到一名暴徒 认出他是孤儿院的孩子 阿火想找他了解一点内幕 却在孤儿院礼堂发现了惊人的东西 是谢尔盖的笔记本 为了感谢他对孤儿院做出的贡献 工作人员把谢尔盖的东西作为展品展示出来 而震惊阿火的内容是 笨子上清清楚楚画着的乌鸦雏形 以及火形的最初版本 他一下想通了 原来 唯一医生就是那个半猪吃老虎的商业天才 阿火找到谢尔盖的办公室 可面对证据 谢尔盖表现得很害怕 总是在躲着什么 这间办公室里存在着一个阿火看不到的人 阿娜并不是什么鬼神 而是谢尔盖分裂出来的人格 谢尔盖本来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孩子 但在孤儿院经历了太多霸凌 他逐渐分化出另一个人格 次人格暴力激进 虽然谢尔盖一直努力抑制他的出现 但富二代事件成了导火索 瘟疫医生就诞生了 第二天天没亮的时候 阿火在警察局天台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他身上穿着瘟疫医生的铠甲 有人举报在阿火的家里发现了许多液体炸药 谢尔盖早就算好 自己会被阿火发现 那既然这样 就把瘟疫医生的身份给让出去 自己摆脱嫌疑 一食二鸟 阿火被抓进警局的那天 群众们堵在警车前面 朝长官的车上瞅鸡蛋 放了瘟疫医生 放了我们的英雄 随即谢尔盖在网上发布最后一条视频 听完这些话 狂热的信徒们彻底暴走 开始进行暴动 他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那些生活在高端住宅里的上层阶级 与此同时 阿火很幸运的被两个好同事放了出来 阿火认为只有抓到谢尔盖 才能为自己洗脱嫌疑 而谢尔盖当然是全副武装的等着他了 阿火伸手矫健 谢尔盖也不是剩油的等 再加上火焰枪的猛攻 阿火只能忙着逃命 就在他被逼入死角的时候 两个好同事又出现了 惊险的把他救了下来 现在谢尔盖在明处 阿火在暗处 怎么办 阿火脑子里迅速计算 如果我这样冲出去 接一个后空翻 他用玻璃茶扔在我的脸上 再一摊 不行不行 那这样呢 也不行 这样 算了 想什么想 干就完了 阿火直接抬起了谢尔盖的双腿 从窗口冲了出去 要不说 上阵还是得靠战友 他们把谢尔盖绑在凳子上 但对方却说 别忘了 你才是瘟疫医生 此时 女同事拿了窃听器 有了这些 瘟疫医生彻底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即使正义会迟到 也绝不会允许私刑 否则 社会就乱套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